就是比那时候说了 就是能听清是吧 能听清好 感谢直播间的说 哎 你好小语啊 我怎么来这了 我是那个啥 我是来这边旅游的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你拿着手机拍什么呢 我拿手机拍什么 就是说我就是拿着手机啊 就是通过抖音平台 就是做一个直播 就是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山东这边 就是说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山东我做一个记录 这你你建议不建议啊 哦抖音直播呀 啊对对对 啊你不建议是吧 嗯 小语啊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嗯 还可以啊 哎呀 小语你还是留着那么长的头发是吧 嗯 对啊 哦 先哦好直播间的说 先问他几口人是吧 好好好 好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感谢你们给阿坤出了主意 就左上角的红色加加号 你们都可以去 参与一下啊 就是说小语啊 就是说当时我记得 当时我们在19年在厂子上班的时候 那个呃就是说我不不允许就留那么长的头发 我记得当时你还是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是不是啊 对啊 我都是玩起来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说还是喜欢那么长的头发是吧 嗯 是吧 嗯 一直不没剪 好好好 小语啊 你这么多年都是过的还好吗 嗯 还行吧 还行是吧 嗯 就是说直播间 我都见他了 我不知道说怎么说了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说了 现在就是说我太紧张了 我太紧张了 就是说我都不知道问他什么话 他就是说还像以前一样 那个长头发 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个长头发 就是说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 比以前的时候都感觉都更瘦了 比以前都说感觉更瘦了 我我直接去问他是吧 好好好 感谢直播间的书啊 也感谢你们啊 感谢你们 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嗯 小语啊 就是说我是从云南就是广西那边过来的 那么远啊 嗯 对我就是说 嗯 在那边都是旅游的时候都碰到了你的那个老乡 哦 小华呀 小华跟你说的地址吗 对 就是小华他给我说的你的联系方式 还有你的那个那个那个地址 还有那个电话 嗯 你没经常联系吗 不是经常联系 就是说我前几天去那边 去那边不是说去旅游了吗 我正好想去找找看能不能见到你 就是说 啊对 遇到他了 嗯 然后呢 小语啊 就是说 我前几天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的闺蜜 小华他跟我说了关于你很多事情 我的吗 我的很多事情 我的什么事情呀 嗯 对 就是就是说小玉啊 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一下 你没有呀 没有什么事情和你说呀 没有吗 你你是不是有 他跟你说什么了呀 他和我说什么了 就是你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有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一下吗 没有重要的事情呀 没有吗 他都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呢 哦 美女图啊 好张是吧 好张哦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先问他结婚了没有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就是感谢你们啊 感谢你们给阿坤出了主意 就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感谢你们 就是说小玉啊 你现在结婚了吗 这过了快五年了 嗯 没有合适的 没结婚了 啊没有合适还 对啊 没有结婚了 哦 你结婚了吗 我也没有那个小玉啊 我还没结婚呢 就是说我回老家以后 就是说19年 当时你也知道我父亲那个事情 后来以后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以后 我爸那个后面的事情忙完以后 后来我再联系你的时候 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会都联系不上你了 就是说后来我就在老家那边发展嘛 就做了一些就是说 工地上面的一些活 就没有再去广西那边上班 到时你不是和本地的一个姑娘结婚了吗 什么和本地 没多长时间吗 怎么怎么 你和本地的姑娘结婚了吗 怎么说和本地的姑娘结婚了啊 小玉啊 不是家人们 我不知道小玉啊 不是这个 不知道就算了吗 不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姐 她说我当时和本地的一个姑娘结婚了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当时我去那边打工的时候 去那边打工的时候 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的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问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是不是我问 她为什么说我当时这个 呃 结婚了 是不是 我要问一下 是吧 哦 感谢你们啊 都是左上角那个红色的 红包包包要开了 左上角的红色的加加号 你们都去点一下 然后去点一下那个红色的包包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感谢你们啊 都去参与 都去点一下 就是说小玉 我怎么结婚了 我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呢 嗯 怎么跟你说呢 当时阿姨 你回去没多长时间吗 阿姨给我打电话 说你在老家找了一个吗 在本地找了一个结婚了吗 我就把你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吗 哦 你说那个阿姨 是你妈妈呀 我妈妈当时给你打电话了 不是 我不知道这个事啊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就是说 她说我当时我妈妈给她打电话了 我说当时就是我爸父父亲那个事情忙完以后 就是说我都说联系那个小玉的时候 就是说这么联系不上了 所以说因为我父亲那个事情已经对我打击很大了 对我打击很大了 所以说后来我都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这个小玉 我心里是更难受更伤心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各个姐姐 你们说是因为是我妈妈的事情 原来我现在我今天才知道 这个当时怎么联系不上小玉 你妈不清白 是吧 就是说因为我妈 你们都感觉是我妈妈是做的错了 是吧 就是让这几年 就是说我没有再见到小玉 是不是我妈妈做错了 如果说你们 都是说 都是说我感觉是我妈妈做错 当时给小玉打电话的话 你们感觉是我妈妈做错 你们给我打三个一行吗 你妈你妈妈怎么 我妈妈是 她说我妈妈当时给她打了个电话 说我在老家那边结婚了 她说我说我在老家那边结婚了 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真不知道 就是说我要把那个 问一下 对对对 因为是我妈妈的 我妈妈太坏 不是 这不像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说我妈妈太坏了吗 她应该有她的那个良苦用心 我感觉她是不是说 因为我父亲因为不在了吗 她一个人 怕我再去广西那边上班 因为太远 将近三千公里吗 离我们老家那边也是 将近三千公里 因为说她是不是怕我走了以后 没有人再侧候她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她应该有她的想法 因为她老人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对 好 值不像叔阿姨哥姐 就是说 左上角 那个红色嘉嘉号 你们去点一下 你们去点一下 就是说 小玉 就是说 就是说 我当时我妈妈给你 打了一个电话以后 你就把我的联系方式 都拉黑掉了 拉黑掉了以后 就是说 就是说 后来就有这个小肱子的事情 你也没有 你也不 也不和我说 是不是 那我怎么办呀 你 你这么多年没联系了 你突然过来有什么事吗 嗯 不是 那个小玉啊 我就是说你那个 你那个闺蜜啊 跟我说 就是说你带着一个小孩 就是四岁左右了 就是说他叫什么 叫小柚子 嗯 对啊 他也叫小柚子 就是当时因为我妈妈那个事情 就是说你连小柚子 柚子有小柚子的事情 也不和我说吗 嗯 我妈妈就是 不会 良苦用心 哦 感谢你们 感谢这个用户 哥哥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苦劳姑娘 苦劳是苦劳小玉是吧 嗯 就是说 小玉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 也没结婚 带着这个小 带着小柚子 确实是很辛苦 就是说确实是很辛苦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要见一下就是说 见一下这个叔叔阿姨 你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过 你今天突然出来 你就见我爸爸妈妈 肯定不行的呀 因为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出现过 因为这些事情 我爸爸妈妈特别伤心 弄得特别难过 嗯 还特别难过是吧 就是说那个小玉啊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小柚子 你给我看一下 这是不是小柚子 啊对小柚子嘛 就是说这是小柚子吗 是啊 这是小柚子是吧 你怎么有小柚子的照片呀 这是这是你们 去年冬天下雪的时候吗 拍的哦 这是去年冬天 你们下雪的时候拍的 是吧 就是说我怎么有小柚子照片 这都是你闺蜜给我的 她怎么把照片也给你了呢 她怎么把照片给我了 她就是说她说现在就是说她你感觉不感觉就是这个这个小孩很像我吗 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和你没有关系啊 就是说还是说因为我妈妈的那个事情 就是说给你打电话 就是你还在生气 是不是 和你没关系 你不用多想 和你没关系 和你妈妈打电话也没关系 和我妈妈没关系吗 不是小玉啊 就是这么多年以后 我在老家那边 在老家那边 就是说因为就是 我爸爸那个后面的事情处理完以后 因为我还有妈妈 所以说当时我联系不上你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天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当时的一个电话 就是说给你打了个电话 我才知道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肯定会要要见一下 就是说你父母 就是要面对一下你这个叔叔阿姨 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就是说现在小柚子在哪呢 现在在幼儿园了 她已经上幼儿园了吗 中午不回来吗 她现在在幼儿园是吧 小柚子 那我们去现在去见一下小柚子吧 行不行 这个小柚 现在吗 对 现在不可以啊 你还是等两天吧 因为你这五年了 没有来过 突然去见她 小柚子肯定接受不了呀 不是小柚 我今天既然过来 我跑了将近3000公里 跑了将近3000公里 来到这个地方 我肯定要是去见一下 就是小柚子 见一下就是叔叔阿姨 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就毕竟这五年 就是快过去 就是说因为我妈这个事情 我要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有这个事的 你也说了 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 五年 五年之间你都没有联系过 你现在听说小柚子的事了 立马就过来了 小柚子这五年 都是我父母 他们两个一把死一把尿 拉扯大的 你感觉 我父母见到你 不会打你吗 不是 直播间叔阿姨 对我给你们发个红包 直播间的叔阿姨 哥姐 我先发个红包 都感谢你们支持 感谢你们支持 就是在直播间陪伴 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你们都去点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 那个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我给你们再发一个红包 发一个红包 你们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如果你们方便都可以去点一下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我给你们发个红包 发个红包 就是说直播间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说 他说我去见那个 见他那个父母的话 他父母会生气 会生气 就是说会生气 你们感觉就是说 我去见他 去见他 他会生气吗 他说还会 还会什么 我 你们说会不会啊 就是说你给阿坤 直播间叔叔阿姨 你们给我加加油 给我加加油 让我去见一下 就是说 见一下 就是说 小玉他父母 就是他说 我见到他父母以后 他父母 说我五年 时间没有来了以后 就是见到他父母以后 他父母会很生气 有可能会怎么我 你们说直播间叔阿姨 就是他会吗 你们给阿坤 加加油 就是说我 给阿坤加加油 就是说阿坤必须今天去见一下 就是说这个叔叔阿姨 发个大红包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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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感谢你们 就是说加油 是吧 我就是说今天 我就是说 嗯 无论如何 我要去见一下 就是说 叔叔阿姨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因为当时我妈妈的一个电话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让小玉一个人在带着这个小柚子 是不是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给他发个大红包是吧 好 直播间叔叔阿姨 你们看阿坤的表现 看阿坤的表现 我要给他发个红包 如果说你们方面的情况下 都对着屏幕给阿坤 点一下这个免费的小站 给阿坤加加油 如果说你们方面的情况下 都点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车加加号 你们也可以去点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就是说 小玉啊 就是说 我见你父母 就是说叔叔阿姨 就是说 他们会生气 就是说 没事 他们就是说生气 我要去见他们一下 你见一下 我先回去商量一下 再说了 你看自从我有了孩子 你五年 你都没有来过 孩子 都是跟着我父母一起 就因为这是 我们老家不能待 现在都是出来租的房子 我一个女孩子 带着一个孩子 去村里面都说这说那的 我父母的压力也特别大 你们说 小玉你说 出来住的房子 你说就是说你们在家里面 就是说 呃 那个你那闺蜜跟我说 你们没在村子里面住 在外面住房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对啊 因为我带着一个孩子嘛 一个小女孩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听到了吗 就是说 那个小玉 他就是说 因为带着一个小孩 就是因为带着一个小孩 就是说在老家那边 就是说 呃说说这说那说那个话都比较多 然后就是说 他和他父母就是说 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搬出来 在外面租的房子住 哎呀 错失事 我错失事 他们就说 我错失事 太对不起 就是说对不起这个小玉了 是不是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 你们是你们说是不是 他这么多年都带了一个 对给他父母买礼物了吗 买买礼物买礼物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买买好 就是说他带着这个带着这个 小幼儿 确实是很辛苦 他们一家人在外面 就是说在村里面还受到那个 呃说说说这话 说那话的 是不是 好 我给他准备红包是吧 给他发红包 好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就左上角的红色加加号 你们都去点一下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就是小玉啊 就是说 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了 就是说我是有准备的 就是说 我不会让叔叔阿姨去生气的 就是说 我去见一下这个叔叔阿姨 你有准备了 我父母都没有准备好呀 我要回去商量一下 你不是来旅游的吗 来旅游的话 你就先玩两天吗 或者去酒店 找个酒店休息一下吗 嗯 你也不会 为了见小幼儿子 也不差的两天吗 嗯 非得今天见吗 今天到过两天也可以呀 嗯 不是 小玉 就是说直播间上叔叔阿姨 你们说 你们说小玉说的对吗 她说让我在这边待两天 就是晚两天 我不是来玩的 我不是来旅游的 其实我跟她说的 我说来旅游 我不是来旅游的 她小玉说的意思是说 让我在这边 就是说晚两天以后 她和叔叔阿姨商量一下 再让我去见一下 就是说 再去见一下那个叔叔阿姨 你们感觉小玉说的对吗 你们感觉小玉说的对不对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各节 你们感觉小玉说的对不对 如果说你们感觉小玉说的对 就是说过两天我再去见一下 就是她的父母 就是叔叔阿姨 你们都打三个一 她说的对吗 我感觉我应该去 我感觉我现在应该去 如果说感觉我现在去的话 就说打三个二 行不行 先发个红包 是吧 好 先发个红包 感谢直播间叔叔阿姨各节 你们给我送的礼物啊 感谢你们送的小星星 感谢你们 就是说感谢直播间叔阿姨 就是说 我应该直接去是吧 对 她说的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见到她 她就是说 嗯 一点也不高兴 一点不高兴 我说话也不能说太太太激动 说我有点激动 就是说太说话也有点太紧张 行好 我应该去是吧 感谢直播间叔叔阿姨各节 感谢你们给我出了主意啊 说左上角那个红色家家号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就是说 嗯 小玉啊 其实有这么多年没有见你了 感觉你瘦了好多 嗯 瘦是瘦了点吗 主要是 就是你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还要打点零工 嗯 怎么也有点辛苦 还算可以吧 嗯 确实是小玉这么多年你受苦 说了肯定是挺辛苦的 带着小柚子又那么不容易 带着小柚肯定不容易 还要上着班 还有说带着小柚子 是不是 就是说 嗯 小玉啊 就是说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 你你们村子里面说的那个闲话 什么的 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 你看看 看一下我就是说怎么做的 我要把这个这五年啊 就是说你受的苦 要弥补一下 就是你看看我的表现 行不行小玉啊 嗯 这个以后再说吧 先过一下 先过我爸爸妈妈这一关嘛 还有小柚子嘛 哦 先过一下就是说 先过一下就是说 哦 这个你父母就是叔叔阿姨这一关 是吧 对对对 哦 行 其实说那个小玉啊 就是说这五年 就是说 这五年 我就是说发展的也比较好 我在那边 我在我老家那边发展 就是说做一些工地的活 这五年 我发的也比较顺利 就是我一直忙着这个事业啊 就是说我也单着 现在我正的那个积蓄 也是有一定的积蓄 也不是说当时我五年的时候 这五年之前在广西那边上边的时候 像那个那个那个 像那样的那个情况 那么从的小子了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我感觉你现在过来是为了 只为见小柚子吗 哦 他先给他发个红包是吧 他不高兴 先给他发个红包 发个红包他都高兴 好好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直播间的叔阿姨 哥哥姐姐 左上角那个红色夹下号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空话不行 一点诚意也没有 是吧 先发个红包 好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好 就是说 你们看下面阿坤做的好 做的对不对 做的好不好 做的够不够 就是说 你说我现在没有诚意是吧 我现在就是说 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要了解清楚 我感觉了解清楚 如果说我见到叔叔阿姨 把事情说清 我应该我都说 我带着卡 我怎么到 我都交给这个叔叔阿姨 感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就左上角那个红色夹下号 你们都去点一下 都去点一下 就是小玉啊 嗯 就是说 嗯 我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 我肯定就是说 把我这几年 就是做的这个鸡血 就是说都要拿出来 让你让那个叔叔阿姨 嗯 看到以后就是看到 把那个事情 说清楚 说清楚以后就是说 说清楚以后就是说 下面的事情 就是看阿坤怎么去做 你看一下 就是说我 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想什么 就是说我带着叔叔阿姨 和叔叔阿姨商量一下 就是带着你和小幼儿子 然后我们回到你们村子里面 去到你们 你们村子里面去什么 就是说请你们那个亲朋好友啊 就是说亲朋好友 就是办一下比较大的那个 呃 就是婚礼 就是说我们去办一下 让你们村里面那些说这说那的那些人啊 都说都知道 知道这个小幼儿子是有爸爸的 行不行 那个小玉啊 就是说 我就是说 我见这个叔叔阿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说把这些事情说一下 然后 在你们老家举行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再回到我们老家那边 和叔叔阿姨和小幼儿子还有你 就我们一块就是说再回到我的老家 然后我们去 再办一下就是说 呃就请亲朋好友办一下这个事情 行不行小玉这个事情 不用了 那样太麻烦了 也太浪费了吗 不麻烦 小玉这麻烦什么小玉啊 这不麻烦也不浪费 不不麻烦 呃 家人们你们说这样可以不可以 家人们你们说 就是阿坤说的可以不可以 呃 什么哦这是的 呃 你们你们说如果感觉阿坤这样说的可以的话 你们就给阿坤加加油 打三个一行吗 可以是吧 可以 然后我给给小玉发个大红包是吧 呃 先发一个大红包 呃 我是抢攻击 好感谢这个用户 这个是这个叔叔阿姨还是哥姐 这是呃 先给他发个大红包是吧 呃 好好好感谢你们啊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加加号 你们去点一下 去点一下那个红色的包包 人人都可以领取 也没有任何门卡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 光说没有用 是吧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给阿坤说的主意啊 你们都去点一下 左上面那个红色的加加号 发个红包 好好发个红包 然后说你们方面的情况 都对着屏幕给阿坤点一下 免费的小赞赞 感谢你们啊 感谢直播间的这个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送的这个小信息 感谢你们啊 就是说小玉啊 嗯 就是说 就是说我去见叔叔阿姨 可以吗 嗯 先不要了嘛 先 过两天吧 你我回去给小柚子也商量一下嘛 也商量一下嘛 给他说一声 爸爸去打工了 这两天要回来找他 找他嘛 给他让他好接受一下嘛 哦 你说先去先去那个 你先和他们商量一下 是吧 行 家人们你们说他小玉那个意思 还是说先让我去 先让我去那个 先让我去去这个 嗯 他先去喝 先去和那个 和那个谁 和那个叔叔阿姨去商量一下 还是他不让我去 我就是心里想 我现在必须去面对一下 这个叔叔阿姨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感谢你们 就是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加加号 你们就去点一下 先给他发个红包 好好好 别说光说没用先发红包 对不对 好对 发个红包他就好了是吧 我感觉他就是小玉有点不高兴 就是来到我以后 这样以后一点也没有效 我感觉他一点也不高兴 感谢直播间的叔阿姨 你们给我输了主意 感谢你们啊 我问你一下 你这么多年没有联系 去干什么了 你说这么多年我去哪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说在那老家那边发展了吗 在老家那边 当时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 我父亲的事情 我就在老家那边发展了 你现在是听说 小柚子的事情立马就过来了 不是小玉 不是说我听到小柚的事情 我听到小柚的事情以后 我来这个地方就是说 见到你 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嘛 那我问清楚以后 你现在也没有结婚 说明你心里 现在还是有我的 我现在就是说这几年 我也是忙于事业 我也是说一直担当 说明我心里现在就是说 一直有你 我去广兴吧 也是为了能找到你啊 小玉 你说你心里有我 但是你这五年去干嘛了呢 五年的时间都没有联系我 到现在听说小柚子的事情 立马就过来了 不是小玉啊 就是说你想想 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来见你 就是说你想想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假如说 我当时不遇到你 没有你 没有小玉 你没有你的情况下 他怎么会有小柚子呢 是不是这个小玉啊 就是因为就是当时 因为我妈妈一个电话 就是说给你打了个电话 然后你把我的联系方式 给我弄掉以后 就是说让我也联系不上你 就是说这几年嘛 我发展就是说 一直在发展 一直说忙于事业嘛 一直去挣钱 也就是说在现在 就是说发展的 比较好的情况下 就是说今年我去到 我们那个去了云南 和广西那边去找你 就是说正好能找到 你那个闺蜜 才这样的 我不是说 我就是说这么多年 未来找你 我感觉你就是为了小柚子吗 我爸妈如果听说你来了 是来见小柚子的 我爸妈肯定会很难过 很伤心的呀 他们爸小柚子 从小到大 待到5岁了都 你突然冒出来 你感觉我 他们会接受吗 不是小玉 所以说呢 我就是说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是和你一块去 一块去见一下 就是说 你父母 见一下叔叔阿姨嘛 我爸这个事情 就给他说清楚嘛 先打个电话 是吧 对 先打个电话 对 直播间 叔叔阿 感谢你们 给我出了主意 对 先打个电话 对 感谢你们 感谢直播间 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就是说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啊 感谢 就是说先打个电话 对 那小玉 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你先给那个 你先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吧 你如果他们方便的情况下 我们我去见一下 我们去买点礼物 先不用了 先不用了 还给我回去给他们商量吧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哥姐姐 就是说 我给你们再发个红包 再发个红包 对 再发个红包 嗯 再发个红包 就是说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啊 你们都去点一下 就点一下 左上角的那个红色的家家号啊 你们看一下阿坤下面 我要给他发个红包 好 我就是说感觉这个小玉 就是说不高兴 我想问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啊 感谢你们这个给我支持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你们去点一下 就是说小玉啊 就是说这么多年 你不是一个人也没找吗 我也是一个人 因为带着小柚子嘛 也不好找嘛 因为带着小柚子不好找是吧 对啊 如果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姑姑姑妈 这两前两天给我打电话吗 给我说了一个对象 让我这两天要见一下吗 你什么 你那个亲戚给你打 给你说一个对象 啥时候见面的 你说这两天吗 这两天见面啊 打电话吗 让我见面 不是 不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直播间叔阿姨哥哥姐 你们听到了吗 他这两天要见面的 这两天要见面的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哥姐姐 你们就是说 左上角的红色家家号 你们去点一下 他说他要见面 先发个红包是吧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是太小气了是吧 太小气了 就是我想问问一下这个小玉 他就是说是什么情况 我都感觉他不高兴 你看你们看 他现在就是说 他姑妈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就是说 是不是说 我挑攻击是吧 我就是挑攻击 我给他发个红包 我应该就是说让他给他姑妈打个电话 这个应该可以 把这个相对对象给推掉 是不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是不是 感谢你们啊 左上角那个红色家家号你们去点一下 是不是让他给他姑妈打个电话 先发红包 好好 我车上给小玉带着礼物 带着礼物 然后我去给他发个红包 发个红包 就是左上角那个红色家家号你们都去点一下 如果方便的情况下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给我点一下 那个对着屏幕点一下免费的小星星 免费的这个站站 免费的站站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啊 给我送的小礼物 就是说小玉啊 就是说我给你买了点礼物 买了点礼物 就是说那个我给你拿一下 就是说你给你姑妈打一下电话吧 打个电话就是说 打个电话就是说 你那个我回来了 阿坤来了 就来了以后 你说你说不用去见面了 先不要了吗 我回去给父母商量一下吧 我商量一下 到时候再给我姑妈打电话 我一会儿要去上班 不是 你还上班啊小玉 我要去上班呀 不是那个小玉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就是说我啥意思呢 就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了以后 你给你姑妈打个电话 把她那个啥 把她那个 不要去见了 然后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 我们就是说一块去见一下叔叔阿姨 我要回去给我 我还给你带着礼物呢 我爸妈说一声嘛 说一声 跟他们说了之后 我再给我姑妈打电话嘛 我现在打了 我爸爸妈妈也会很生气啊 我还是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嘛 你说就是说 你说就是说 先给他们说一下嘛 哦哦 你说先给叔叔阿姨 就是说打个电话 先去跟他们说一下 然后再给姑妈姑姑那边打电话 是吧 那要不好是吧 我要回去先跟他说一下情况 是什么情况嘛 好 那我一去我们一块去吧 我们一块去见叔叔阿姨吧 还是不要了 还是不要了 你突然冒出来 我父母肯定受不了的 不是小玉啊 我见他以后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 小玉 我竟然来到这个地方 跑了将近三千公里啊 来到这个地方 你已经过来了 你也不差这两天了吗 你先让我父母做个有个心理准备 这半天的叔叔阿姨 你们说我是太小气了吧 铁铁公鸡是吧 一毛不拔是吧 好好好 那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你们下 你们看一下 就是阿坤 就是说去把那个去给拿礼物 然后你们看一下 我给我给那个 给那个小玉发个红包 感谢你们啊 感谢直白天的叔叔阿姨 你们出了主意啊 就是说 小玉啊 就是说我 我去去我车上 我给你我给你拿着礼物 你下午还要上班是吧 对呀 就是说我 就是说我们过一会开着车 去见一下小柚子吧 不要了 到学校那也不方便嘛 别了还是 你说 我们先去见一下 可以吗 然后给我们 现在你去见一下 我怎么和小柚子说呀 小柚子肯定不会接受的呀 你要让他上学回来 我给他说一声呀 说一声 他爸爸这两天要回来 给他让他接受一下 再去见嘛 你说先给他睡一下是吧 突然冒出来 那孩子肯定 肯定接受不了的 哦 那你说让我在这儿 你先和他说一下是吧 行 你来已经来了 你也不会差点两天吧 嗯 好好 那那那那那小柚 小玉啊 你这几天 这几年都错失太辛苦了 都错失太辛苦了 就是说 嗯 那个是你的车 对对对 那个红热车是我的 对对对 那个红热车是我的 就是说 嗯 就是说当时 你还记得吗 小玉啊 就是说那时候 那个我们上班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你在我们厂城那地方 呃 停了一个红色的车 你你当时还说 那个红色的车 你说感觉特别喜庆 感觉特别喜庆 是不是啊 那个所以说 我也买了一个红色的车 挺好的挺好的 挺就是说 那个所以说 我买了一个红色的车 就是说 你那个我给你买的礼物 在那个呃 在那个福家室 那个地方 我给你开一下 车门 你去拿一下 行行 啊 你去拿一下 啊 你去拿 就是啊 这这这 就在那个福家室 那地方 嗯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直播间的叔阿哥姐 我就是说 我给他拿个礼物 拿到礼物 然后我给他 再发一个大红包 行不行 发个大红包 主播太小气 是吧 就是说 主播太小气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你们说过方便的情况 都点一下 主持人家家号啊 感谢你们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姐 感谢你们啊 就是说 我见到他了以后 我心里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但是我必须弄清楚 就是说 小玉他有没有结婚 他有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都是说 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就是说 你们感觉阿坤太小气了 是吧 太小气了 小气鬼 好好好 你们看一下 看看阿坤 现在就是说 看阿坤的现在的表现 看阿坤现在的表现 就是说 我要给他 我要给他发一下 给他发一个大红包 给他发个大红包 但是我必须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 以后他现在跟我说 他那个亲戚给他介绍对象 我现在知道 他肯定没有男朋友 他肯定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没有那个 没有对象 没有结婚的 对不对 这个小玉 看到了吗 就在那个桌子上面 有一个 对对 就那个包包拿过来吧 就说 他肯定没有结婚 是不是 我给他发个大红包 就是直播间叔叔阿姨 你们说 阿坤太小气了 是吧 好 就是左上角 那个红色的加加号你们都去点一下 感谢直播间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都 你们都去参与一下 都去点一下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感谢你们 说小玉啊 你看看一看一看 对 我没有买 我也没有买什么礼物 就给你买了两个水果手机 然后那个什么 那是下面是 那是有限额吗 给你取了那个 有限取了十个 买这么多 去 呃 不是买了两个手机 一个是 一个让你用 一个是一个让这个阿姨用 一个你用一个阿姨用 就是说 那下面都是说 取了十个当时有限额吗 有限额取了只取了十个 然后 然后那个你有什么 那个带着手机是吧 带着呢 你用那个什么宝有没有 哎 不是 我给你发个红包 哎 小玉啊 就是 你这个手机还是我当 是那时候上班的时候 在广西上班时候 那个手机啊 对啊 还一直能用啊 还能用啊 都烂成这样了 不是吧 就用的了吗 家里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你们看一下 他这个手机 他还在用 是不是 我现在看到这个手机 我现在特别激动 我现在 我是特别高兴 你们说他 他他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对不对 我现在特别激动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 你们给二块加加油 就是我特别 因为这个手机是17年 是18年了 我忘了 当时在广西那边上班的时候 我给他买的 给他买的这个手机 直播间叔叔我给他发个红包 他还他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对不对 对对不对 直播间叔叔阿姨 你们给我加加油 我给他发个大红包 就是我看到这个手机 我心里都特别激动 知道他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对不对 感谢你们啊 就是直播间叔叔阿姨 就是小月 你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宝有没有 有啊 有你打开一下 我给你我给你发红包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姐 我太激动了 我太激动了 他现在还用的我那个 就是18年 是17年18年 当时我那时候 给他就是说 我们上班的时候 给他买的那个手机了 当时买的手 现在都几年了 现在都几年 还用的那个手机 哎呀太 我太高兴了 我看到这个手机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肯定是他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是不是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给他发个红包 就是说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姐 就是左上角那个红色加加号 你们都去点一下 都去点一下 这个左上角那个红色加加号 你们去点一下 我给他发个红包 给他发个红包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感谢你们啊 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加加号以后 你们都去点一下 方便的情况下 你们都去点一下 感谢你们 说小月打开了没有啊 打开了是吧 打开了以后 就是说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说 如果方便的情况下 都对着屏幕给阿坤加加油 鼓鼓力 对着屏幕点一点 给阿坤点点这个免费的小站站 对着屏幕点一下免费的小站站 直播间2700 里面2800人 就是说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你们咱们一起给阿坤加加油 对着屏幕点一下免费的小站站 给阿坤鼓鼓力 你们看阿坤够不够 够不够这个男人 是不是男人 然后看我给他发个红包 可不可以 行不行 行不行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你们感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阿坤 打开了是吧 小月 好 让我扫一下 我打开一下手机 说你们看一下阿坤 做的 到底够不够这个男人 感谢啊 就是说 在2000 2800多人 就是说 对着屏幕给阿坤点一下这个免费的小站站 如果左上角那个红车的加加号啊 如果说你们方便的情况都给阿坤点一下 给阿坤点一下 他因为那个小于他还要上班 他要上班 我给他发个大红包 然后我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见个面 我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见个面啊 感谢你们啊 我先给他发个红包 因为他还要去上班嘛 就是说 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你们就是说给阿坤点的站站啊 感谢直播间的2800多人 就是说对着屏幕点的那个免费的小站站 感谢你们 就是说我给他发 先发红包 先发红包 别耽误他去上班 来让我扫一下小于 好 我去扫一下 好 支付宝到账 六十六万六千六 不多不多 不多不多不多 不多小于 就是说我给你转的不多 因为啥 因为我是做工地的嘛 因为我对这个数字啊 我比较我比较喜欢这个顺的数字 就是六 就是我给你转了六十六个后边都是六 就是转后的后边都是六 就是小于啊 我你收到了吗 看看收到了收到了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感觉就是说阿坤做的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就是说展都是说做工地的 做工地的是那个啥 做工地的是那个 就是说这个 那个接工地活的 就是说展喜欢那个顺利的数字 就是说转了六十六个 就是全部都是六 最后边是个一 就是说大家转那么多 就是说你们感觉阿坤行吗 让他请个叫他请个假是吧 去见一下小柚子 去见一下小柚子对不对 对我都感觉我想去见小柚子 就是说让他请个假是不是 就是小玉啊 就是说你请个假 你们说如果说让小玉请个假 你们就是说你们都打 让他请假 下午我们一块出去 你们就是说全部打个请假 让小玉请假 然后我让他看一看 我让他看一看 就是说让他请假 行不行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你们全部在屏幕打请假 然后我让小玉看一下 就是说我让他去请假 然后我们就是下午去见一下小柚子 把小柚子也是说接一下小柚子 我们就是说出去玩一下 行不行 请假是吧 感谢小玉你看一下 你看屏幕上就是说 直播间叔叔阿姨 都在打请假 看到了吗 都在打请假 看到了吗 就是说你请你请个假吧 你请个假就是说 我们下午都说去接小柚子玩一下 行不行 现在请假不行的 因为现在太突然了 我要请假 人家老板找不到人 现在 不是 就是说 改天 改天吗 改天吗 改天是吗 小柚子 我要去上班了 现在到点了吗 已经 你在请假 老板也不愿意 就是说时间到了以后 临时请假不好看 是吧 好 直播间叔叔阿姨 就是说他说他现在 就是请太少了 是吧 太小气 直播间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我还有两张卡 就是说 我就是说 他在他现在就是说 回去以后 给叔叔阿姨商量一下 我在这边待几天 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圆满以后 就是说 见到叔叔阿姨以后再走 我把这两张卡 到时候交到叔叔阿姨手里面 让他去分配一下 到时候我再通过抖音平台 打开抖音 以抖音直播的方式 和大家见面 就是说 左上角那个红色的家家号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你们就可以去点一下 可以去点一下 就是说 你要回去啊 小月 行 行小月 那你慢点啊 小月 好 拜拜